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会在旷野中为各位查考圣经 刚才我们上到高处但是上面风很大 所以我们就下来这个山蛙处 这里真的是很奇怪就是这一段风比较小 再下去一点又有一阵大风 上面没有多远风越走越大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山蛙处 现在避风港避风的港湾 我们现在要讲什么呢 我们今天是第13次查考希伯来书 第13次查考希伯来书 那上次讲到哪里呢 上次我们讲到说 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也就是说基督是有道传给我们的 不是在我们世上的道理 我们世上我们做人处事 我们随着年纪见长 我们就学会了很多世界上的道理 知道该怎么样做 知道该怎么样的行 可是神国的道理跟世上的道理一样吗 神国的道理跟世上的道理不一样 我们在世上我们要挤压别人 我们要争权夺利 否则你会被他欺负 但是神国的道理却不是这样 因为神的视角比我们开广的多了 这个世界这个宇宙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们在这个他所创造的环境里面 我们目光短浅 我们看不了多远 但是我们要在里面争 要跟人家抢 所以就养成了这种世界上的习惯 就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习惯 我们对于同样是神所创造的人 我们对于神所创造的万物 我们是想说 我们怎么样从他们身上取利 这个动物植物我们尽量压榨他们 神叫我们地耕种了七年 要修根一年 就是耕作六年第七年修根 但是以色列人都不照做 他们想说我们总是越种越多越好 我干嘛去做这种修根这种傻事呢 于是乎人就真正违背了神的旨意 对物也压榨 对人也是压榨 欺负人还不够 还要把他们的子女也卖作奴隶 希望一辈子从他们身上取利 你看这就是人 所以神有道理传给我们 神有道理传给我们 所以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 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的一生 就在这个世上 就是一生过去就没有了 不是的 我们除了自己的能力能控制 然后上面有什么地主君王可以控制我们 那他们也会努力的想要压榨我们 但是并不是仅仅是如此而已 在他们以上还有一个至高神 在我们的世上一生过完以后 还要向我们的上面的至高神交账 也就是说我们会有审判 没有人可以逃过审判 这些事情我们逐渐逐渐学到以后呢 我想说够了 听人家讲说信耶稣得永生 对不对 我们信耶稣我们信了 信了那我们就够了吗 我们可以得永生了吗 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里吗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等待 原地的等待 我只要每周去教会 敬拜赞美有奉献 好啦我等得上天堂 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只当一个吃奶的婴孩 别人告诉你这些很好你学会了 但是还有呢 你要不要自己在里面 这些古代的先知所书写的东西 那么是福音里头 主所记下来给我们他的言行 还有像保罗 像希拉 可能像希伯来书 可能是希拉所写的 我不知道 彼得约翰 都有写下这些书信 我们要不要去其中探求一番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他们到底写的是什么呢 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能只做吃奶的婴孩 我们要学会吃干粮 要从他们这里面所透露出来的 尤其你知道在旧约圣经时代 那如果你只是吃奶的话 你只是看了以后 你不去深入去明了 你根本很难想象到 神拯救我们的伟大的旨意 我们想象不出来 你一定要进去里面看 找出来 原来还有一个弥赛亚来 他是怎么样要来 他要怎么样拯救我们 那是旧约时代 新约时代 好像这一切都向我们显明了 很简单嘛 我们从马太福音一看 那个主角一看就知道 就是耶稣嘛 耶稣带着主角的光环出身 他长大是神儿子 那我们信他 我们就得救 这个就是就这样子啊 很简单啊 还要学什么呢 我们敬拜耶稣就好了嘛 但是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你要吃干粮 你要看 要知道耶稣基督启示 给我们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要从中体察神的心意 要不然呢 你们行事为人在各样的事情上面 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 你律法给你的规条有限 耶稣基督给我们讲的也是有限 比如说离婚的事情 对不对 摩西就说你给人家修出 你就可以离婚 可是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离婚再去就是犯奸淫 那么今天这个世代 我们看到离婚人这样多 那人人都犯奸淫啊 你要仔细思想 耶稣为什么讲这些事情 你如果是离婚 是为了再娶 那你就是犯奸淫 是你在表面上你符合立法 你给了他修处 然后你马上去娶一个 年轻漂亮的 那你就是犯奸淫 因为你已经心里打好主意 你看到外头这么多年轻漂亮女孩子 你想我们家里有个老太婆黄脸婆 那他妨碍我了 我现在有钱了 这个老太婆妨碍我了 我给他一张修书 我就可以结婚令去 两个都是婚姻 那好像都没有犯奸淫 其实是不是犯奸淫 其实是犯奸淫 这样就是犯奸淫 但是如果说另外一种情况 两个人结了婚以后 在家里整天打闹不休 丈夫还是想跟妻子 妻子还是想跟丈夫 但是他们两个问题太严重了 打闹不休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一味的劝他们说 你们不能这样子了 你们不能再这样子了 那他们就忍耐不下去 老是做出彼此伤害的事情 那倒还不如离婚了 离婚以后是不是再娶就犯奸淫 我告诉你 我的认为是如果你过了一阵子时间 可能过两三年四五年 跟这个你再娶原因 跟奸淫 就是说看到这些外头女人没有关系 你不是因为你看到的外头女人 才去想跟你老婆离婚的 这个就不能叫做犯奸淫 那只是说你离婚的时候 你是什么心态离的婚 是你没有办法跟人好好的相处 还是说你今天如果你这个毛病不改的话 对不对 你跟你的前妻如果处得不好 看到什么是意见不相合 就相思相扯 那你再找一个年轻漂亮的 一样年轻漂亮的女生毛病更大 可能还不如你前妻 你还是会犯这种问题 我在美国我就看过这样的情况 他是不是说是因为看到这个外头诱惑 他就把跟前妻离婚了 他是真的跟前妻有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他真的是有问题 这婚姻很难维持 但是他离婚以后 当然既然离婚 那当然再娶一个 就娶一个比较年轻的 但是呢 结了婚以后 生了孩子 又出现问题 那怎么办 那如果我们人不对付自己的问题 你怎么一直离婚 一直找 一直换人 还是都解决不下去 这个就是我们要吃干粮的重要 我们不能只是说 人家喂我们吃奶 我们要从中去体察神的心意 你看结果这里 刚刚说这个地方风还不是很大 但是现在风又大起来 嘘嘘嘘的这次 那没关系 我们今天呢 我们继续查考 我们今天就把第六章的大部分都查考完 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 就从第六章开始 我们应当如何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要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 那一直查考到十二节 那现在就把经文打在荧幕上 由我来为大家来念 请 希伯来书六章第一节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 懊悔死刑 信靠神 各样洗礼 按手之礼 使人复活 以及永远审判 各等教训 神若许我们 我们必如此行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有余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第六节 若是离弃的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 重定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就如一块田地 吃过屡次下的雨水 生长菜酥 合乎耕种的人用 就从神得福 若长荆棘和吉里 必被废弃 尽于咒诅 结局就是焚烧 第九节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虽是这样说 却深信你们的行为 强过这些 而且近乎得救 因为神并非不公义 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 和你们为他的名 所显得爱心 就是 先前伺候圣徒 如今还是伺候 我们愿你们个人 都显出这样的殷勤 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 一直到底 并且不懈怠 总要效法那些 凭信心和忍耐 承受应许的人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所以呢 经文上说 我们要离开 基督道理的开端 不能停留在那里 不能停留 到底要怎么样 往前进 要往前进 要竭力进步到 完全的地步 我们可不可能 到达完全的地步呢 事实上 基督的道 真的是太常阔高深了 跟他的爱不相上下 你都根本不知道 这里头道有多么多少东西 我们除非神启示给我们道理 神愿意启示给我们道理 我们不会知道全部 那即使我们在 这么能吃干粮 我们从他的话语里头 来推敲呢 我们也很难 完全进步到 完全的地步 我们可以向 那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可以向那里进发 但是我们在穷极一生 也很难进步到 完全的地步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要力争上游 要一直不断地努力 不要满于现状 不要只停留在那里 有人说 学如逆水行舟 怎么样 不进则退 但如果说我们在基督道理里面 我们往前进 我们也要小心的 有些事情会影响我们 比如说我们以为有根基的 上次讲过 拗悔死刑 信靠神 各样洗礼 这些是各样的根基 我们不要再离各样的根基 我们只要坚守 耶稣基督让我们得救 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根基 我们所信的都是主所传给我们的话 主所传给我们要坚信 这些其他的是不是不好啊 也不是什么不好 也是很好 但是他们不是根基 你明白吗 有些事情不是说不好 但是他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根基 比如说 是不是每个人都拗悔死刑呢 拗悔我以前做了什么坏事 我一天到晚的忏悔呢 各位听众姐妹 这是有分别的 如果一个小孩子 一个少年人 他要认罪忏悔 跟一个老年人要认罪忏悔 那是不一样的 不要说老年人 就是中年人 像我们这样子好了 一个孩子 他有多少做错的坏事啊 不多嘛 他的懊悔跟我们的懊悔 我们这一生就伤害过很多人 我们做了很多坏事 我们伤害了许多神所爱的人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要忏悔的话 要比他们多 但是年轻小孩子的忏悔 跟我们的忏悔 那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就要多 所以这个不是一定硬性要求 不是一定硬性要求 还有洗礼 洗礼也不是说 一定要怎样的洗礼 才是真的洗礼 其他洗礼都不算 也都不是一样 没有硬性要求 所以那些都不是根基 唯独耶稣基督救我们得救 那就是根基 那我们还要看看说 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要注意说 在我们这个 学如逆水行舟的时候 对不对 你要一直往前进 但是也要小心 为什么呢 我们看第四节 讲到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呢 让我看到以后 我深深的就是胆战心惊 尤其我第一次读的经文的时候 或说 其实不是讲说第一次 就是说 我开始在查考圣经的时候 我开始认真读圣经的时候 我又读到这个新闻 西伯来书因为比较后面嘛 所以是前面已经查考了很多圣经了 包括以弗所书 包括什么 这些 腓立比书这些 我们都查考过 然后看到西伯来书 我就看到这里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说 论到那些已蒙了 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滋味 又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论到这样的人 这里头的字 你看好不好 好得不得了 我们基督徒 很多人都愿意有这样的 蒙到光照 我们开始查考圣经 我们是不是需要光照 是我们需要神光照 要不然我们查考不下去 我们不知道 我们会迷路 所以我们查考 奴隶查考圣经 我们靠着神的光照 我们也查考了 然后 神主有没有给恩赐给我们 主有没有在生活中 各样的事情上帮助我们 蒙过天恩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都希望我们是自己是什么 有恩惠的人 主有赐恩给我们 不单仅仅帮我们认识 主耶稣基督 这是每个基督徒都会有的 但是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恩典 在生活中帮助我们 在我们思想中帮助我们 在我们行事为人上帮助我们 在我们忍耐上面 在这个各样的 是对面对世界的 这些问题的时候 主也都帮助我们 我们是得了很多帮助的 我们得了天恩 我们尝过天恩 当然为什么说尝过呢 因为后面还有 我相信我们的一生当中 神的恩典跟慈爱 总是不理我们 但是我们呢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尝过这些天恩呢 有 我们也尝过天恩 那我们是很高兴吗 你看啊 再下去 又与圣灵有份 我们说圣灵是得基业的凭据啊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会想说 他甚至说常常 这个说方言 唱灵歌 做这些事情 都要证明什么 证明他是在圣灵上有份 是不是 我们也希望我们不是一个 永远跟圣灵无份的 无关的人吧 不是吧 我们都是希望我们是 圣灵有份的人 而且呢 基伍节讲说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什么是善道啊 善道就是good word 神的好的话 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他就是 保罗就是 对不起 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 这是good word 这是好的道 我们学了很好 也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我们因为我们吃干粮嘛 我们想吃干粮 我们就研究神的话语 我们尝到神善道的滋味 还有觉悟来是全能 我们开始想说 以后会有审判 我们要怎么样在审判中 我们要依靠 我们交托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得胜 我们这些都想透了 我们都想透了以后呢 第六节就讲了 弱势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自己以为在耶稣基督里头 我们是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我们进了 我们有进步 我们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对不对 我们往前进 我们以为自己是好基督徒 甚至有人可能是 我都已经开班做主任学老师了 我做了很多事情 我为主在教会里做侍奉的工作 我们是不是这些人呢 我们当然是这些人 我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 各位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们 我们蒙的光照越多 我们尝的恩惠越多 那么如果在这种时候 你还要离弃道理 那下面这些悲惨的事 就是对这些人来讲 比如说像谁呢 圣经上有记载的 犹大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我们暂停一下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 我们说犹大就是这样的人 对不对 犹大他有没有听过耶稣讲道啊 耶稣让他明白道理 有的 他也尝过各样的恩典 主耶稣基督当然给他很多恩典啊 圣灵有份 这个地方可能是 因为他是在圣灵降世之前 他就已经上吊自杀了 所以他可能没有 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我们再举例 能不能举出更好的例子呢 其实我脑袋中一时也想不到 但是我确实是记得有一些基督徒 在教会里已经很久了 他又跑去 转去 去信佛教 比如说信道教 这样的人我不敢讲说他们真的是明白来世权 如果你真的明白来世权 你会是这样做吗 你知道说最后以后来世了 我们面对审判 不是那个佛在审判你啊 不是那个老子什么那些人在审判你 而是 这是我们的主在审判我们 你明白来世权的你不会离弃这个道理 对不对 那有什么样的人是这样的呢 还真的有一个 是谁呢 也不能说一个 一群 是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 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善道之位 绝无来世权恩的人 我告诉你 真的有 天使都是这样子 我们天使为什么都不会犯罪 天使会犯罪吗 有的天使犯罪了 但是不会犯罪的天使就不会犯罪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深深知道 这个世界的主宰 这个世界的神 这个不要说世界的神 因为世界的神常常讲撒旦 这个宇宙的神到底是谁呢 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天父 天父 而主耶稣基督是他 他要我们所有的人 连天使都要敬拜他 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天使当然忠心耿耿 跟着我们的主 不会再犯罪 但是在此之前呢 曾经就有一批天使犯了罪 就是撒旦 撒拉佛那一群天使 他们明明知道 这个世上的权能 这个宇宙的权能到底是谁 神也叫他们你们要敬拜 天使都要敬拜他 但是这些人又犯了罪 这些天使又犯了罪 犯了罪 他有没有救恩呢 我们看到这里讲说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你都已经知道了 这就是为什么 希伯来书的诸者 在第二章的时候就说了 他并不救拔天使 而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连彼得也在彼得后书中说到 当天使犯了罪 神并没有给他们救恩 而是直接把他们生在坑里 要等待最后的审判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天使 他已经明白了来世的权能 他知道一切的事情 当他们做了这些犯罪的举动 他是知道的而做的 并不像是我们是蒙昧无知的时候 所以呢 天使就没有救恩 我们以前得罪主啊 我在信主以前 我也是一个不信的 我也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 耶稣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人 我们科学 我们要相信这些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 这个神话般的人物呢 这个都是一个故事而已 不要相信 我们用了种种的方法 我们得罪过神 我们不信过 不信就是最大的罪 对不对 可是我们那时候蒙昧无知 因为我们都不明白 我们不明白的话 神就不算我们为罪 我们是一个蒙昧无知的人嘛 没有关系 可是当我们渐渐明白 我们知道 天地的主该是谁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如果再犯罪 你要怎么样再懊悔呢 你已经打定主意 我都知道 我们的主就是耶稣 然后呢 你还去信什么乱 其他的东西 或说不是信其他东西 就像说 我们像犹大明明知道主是耶稣 他就想说 主是耶稣没错啊 可是我有一些办法 可以把我的主卖了 反正他权能那么大 我把他卖去给祭司长 他卖了以后 祭司长是说 我抓到耶稣就给你钱 对不对 他们抓了耶稣 耶稣自己有办法逃出来的嘛 耶稣是主嘛 他有这么大的权能 他可以逃走 那我用这个办法 我相信我的主是耶稣 但是我在旁边 再赚一点钱好不好呢 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 怎么样呢 你已经知道耶稣是主了 但是你的信仰过程中 你会觉得说 我知道耶稣是主 但是我用我的方法 再赚一点钱 未尝不可 这样的人 你怎么样够再懊悔呢 你就没有办法再懊悔了嘛 对不对 就是这样 那天使也是一样 天使都完全知道 神是父神 耶稣基督是我们神的儿子 是子 而我们 神要我们都要敬拜他 那我们就应该敬拜他 我们要follow他 不但信 而且从他 跟从他 他所说的话 就是我们的命令 对不对 这个就是天使对主的态度 我们真正信主的人 也是这样 我们都明白一些事情 你还要离弃这个道理吗 你还要觉得说 是这样子 但是我从今天 有没有办法 为自己某一些利呢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已经完全相信 你已经相信 你又在想从中 你在某一些利的话 你在从中利用这些某些机会 你要作恶的话 比如说我们看过 有牧师 有牧师范贱颖 他去勾引 不知道 不知道这么勾引是不是好 但是他确实是 在教会里 跟他的教会中的 其他的姐妹 自己有妻子 又跟教会中 其他的这个姐妹 有丈夫的 他们就决定说 哎呀 这个爱这么伟大 就可以放弃主的教训 去做这些邪恶 邪淫的事 或是有些牧者 他利用上帝 交给他的这些职权 真的啊 主交给养给你是要你好好牧养的 但你却不畏惧 你想办法从养生上取利 将他们奉献 骗他们说 你需要钱 将他们奉献越来越多 用奉献 然后中饱私囊 你不是用在教会的事情上 你除了你该得的份 你该拿的薪水之外 你又想办法 让自己中饱私囊 这些人 我觉得就是像 经文上所说的 你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你再懊悔呢 你以前是因为不认识主 不知道主的权能 你做这些事情 你都可以再懊悔 我以前不知道 我错了 你错了以后 你就改了 可是当你在面对诱惑 或者说你还不完全明白 你可以说 我们可能还不完全明白 我们虽然明白这个道 但是我们心里还不够坚固 所以求主再坚固我们 但是这种借口 你可以用一次两次 你能够用到多久 你能够用到几时 你到有一天 你真的 主就说 那你应该进步到 竭力进步到完全 你虽然还没有完全 但是呢 你们已经进步到这个地步 你不应该再犯 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再 再也没有救恩了 这里所要讲的就是 再也没有救恩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的 因为你是把神的儿子 重定十字架 你看我们信主得救 神的儿子为我们定十字架 背负我们所有的罪 所以我们得了一个什么 我们的罪被买赎 我们罪有人带赎 我们的生命被买赎 对不对 神的儿子为我们定了十字架 但是如果说我们又继续这样犯罪 你都知道你的恩典 是从神的儿子为你定十字架你来的 你将来要继续犯罪 你是不是 主耶稣再为我定一次十字架 我会有这么多的罪 你就继续犯继续犯 那你要把神的儿子定十字架 多少次呢 你就明明的羞辱我们的主吗 是不是 所以这些人 他的下场就很惨 我们看第七节 第七节说的下场怎么样 他说就如一块田地 吃过屡次下的雨水 生长菜树 何乎耕种的人用 就从神那边得福 但是你这个应该是得福了 你的土地是非常好的 你有雨水下来 你可以生长菜树 但是你却长出荆棘和桔梨 你的土地肥沃如果长荆棘跟桔梨 也可以长很多的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咒诅 你的没有办法再叫你悔改过来了 那你这些荆棘跟桔梨 只能拿去焚烧 没有用 各位听众姐妹 讲我们如果说我们讲一块土地 我们这样讲 好像还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 但如果我们讲的是人的生命的话 人的生命我们是有救的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探望 我们是有救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里面犯罪 这样得罪神 明明的羞辱我们的神 神的儿子为我定十字架救赎了我 我今天有了取得基督徒的身份 甚至有些人取得了牧者的身份 如果再去犯罪 再去犯罪 那么就是说除非 你想还想要得救吗 那除非神的儿子再为你定十字架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羞辱了神 但是弟兄姐妹 我觉得有的时候 神的儿子愿意为我们 再多定一十字架 但是这个事情 这个恩典 你不可以这样想的 你不可以这样求的 你不可以想说 神的儿子随时随地 我只要需要神的儿子 就可以为我定十字架 不能这样子 这个恩典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不能这样子 明明的羞辱我们的主 是不是这样子呢 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呢 尤其我们再看下一节 第九节 他说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随时这样说 却深信你们的行为 强过这些 并且近乎得救 所以说我们不是这样子 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的行为要强过这些 我们不是进了教会以后 我们继续作恶的 不是的 不应该是这样子 你做了牧师 你好意思贪教会的钱吗 你做了牧师 你好意思跟你教会中的姐妹 犯奸淫吗 应该不是这样子 我们做基督徒的不是说我们借了教会在这里头做我们的恶 认识更多的女人 这些都是基督徒都是好的女人 我们是进来做在教会里恶搞的吗 当然不能是这样子 我们看我们的行为 就是说除了你心里说我们信我们信 我们口里说信信信 我们行为也会做出来 我相信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大部分都是存了一个愿意追求良善的心来 愿意在神的道中走的心来 所以不会是这样有这样的行为 所以看他说你们的行为是强过这些还是近乎得救 这个就必须讲到有些教会讲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各位兄姐妹有没有听过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话 我有听过 就说耶稣基督的这个为我们定时讲一次的救恩可以永远得救 但这里面其实是怎么讲 有这个你如果有的想法是有误解的 他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假如说我们今天我们今天领了喜 我们出去又不小心又被勾引 又被世界勾引又犯了一些罪 那是不是前面受洗的功效就没有了 当然不是 我们神知道我们还会犯罪 神要继续的光照我们继续的加天恩给我们 继续用圣灵感化我们兼顾我们 这些工作神都会继续做 不是因为你受了喜之后 我洁净以后我出来又犯了罪 所以你前面这些受洗无效 神的救恩给你无效 不是这样的 我们讲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意思是说你不要担心这些事情 你又犯了罪神的救恩还是有效的 还是有效的 所以他就这样告诉弟兄姐妹说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但是这个永远并不包含你如果是旅犯不改这样的人 有些人的犯罪真的是旅犯不改 他进到教会里面 没有说变得更好 反而又引起各样的欲星出来 又引起各样犯罪的动机出来 那这个就不行 你就不适用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话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是要你们的心能够安稳 不要为这些又犯了一些小罪 就很内疚觉得说 我可能是不是要再受一次洗这样 不是 但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也不是说保证你 你只要受过洗 你好像说得救了 然后就永远不会再出问题 不是这样子的 连希伯来说的作者 他看过的基督徒会很多很多 对不对 他也是人 他看基督徒的时候 其实我们说 我们在教会里看很多人 说有些人被圣灵充满 当然我们是看他的表象 说他们被圣灵充满 看起来好像是被圣灵充满 但他是不是真的被圣灵充满 或是他是有被一些邪灵所感染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看他们的行为 希伯来说的作者也是一个人 他看弟兄姐妹也是看行为 我们基督徒我们看其他基督徒 或者说我们牧者看基督徒们 看信徒们也都是看行为 我们只能觉得说他这个近乎得救 我们有没有办法说他已经得救了 他有圣灵做凭据他已经得救了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这样子 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呢 你看保罗 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 十三节腓立比书是保罗所写的嘛 而且是大家晚年所写的 比腓立比书在后面的书信没有几封啊 这很晚的晚期写的 他说什么 他说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奴隶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 从上面招我得来的奖赏 你看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都说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还有前面还有目标 我要继续往前奔跑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连保罗都不敢说他已经得着 他所要得着的 我们怎么能说我们已经得着了 保证得着了呢 不能这样讲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弟兄姐妹看行为 都很不错 都很不错 我们在教会中弟兄姐妹都很可爱 我们说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这是在以佛所书第一章里面讲的教会情况 他说我看你们是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我们如果教会能够做到这样子 也不错了 不是太差了 但是是不是这样就足够了呢 是不是这样就说已经得救的人 这些基督徒都是得救的呢 不能这样讲 我们也不知道 甚至讲我们自己 我们要不要不要想着自己已经得救我们要继续的向前跑 那么信心呢 但是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相信自己是得救的可不可以呢 可以 但是我们相信中不要太过相信 这个真的怎么解释呢 就说你要相信你是会得救的 但是我不能说我确定我已经得着 所以我可以胆大妄为 他这里就这样讲说我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 净乎得救 这些弟兄姐妹都跑得很好 努力的奔跑 我们必须说很好 但是在路上会不会再有跌半发生呢 因为一个人在奔跑天路的过程当中 现在跑得很好 不表示说他会一帆风顺到达终点 确实是不能讲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跑得很好的弟兄姐妹 要不要说 哎呀 你现在跑得很好 但是我看你这样一会就要跌倒了 我们不这样讲 因为我们这是打击别人的信心 所以我们当然说 很好 你照这样跑下去 那你就可以完成了 一个比赛 对不对 我们这个比赛不是说跑多快 我们是跑一个马拉松 人家已经跑到三十几公里了 就说 我看你不行了 一定待会一会就要喘气 一会就要走不动 我们不这样讲 我们看他还在跑呢 他没有放弃 他没有停下来 他没有跑到其他乱七八糟的地方去 是不是啊 是 所以这就是奔跑 跑得很好的 我们要加以鼓励 我们不要加以打击 这个就是怎么讲 就是近乎得救的 我们要鼓励他们 我们再休息一下 换个角度 因为现在风有点大 好我们继续 我们刚才讲到说啊 我们不要打击弟兄姐妹的信心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这里讲 你看 第十节 因为神并非是不公义 我们愿意做好 我们做得好好的 我们以前啊 为他的名显现爱心 我们这里西伯埃书的作者 特别讲说 我们伺候圣徒 我们服侍圣徒 我们在这个教中 教会中有努力 对不对 我们有传福音 我们有各样的帮助弟兄姐妹 有做侍奉 那这些都是神会纪念我们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我们入的教来 是我们还是肉体繁胎 我们还是偶尔会犯错 但是呢 我们确实是在一心奔跑 是我们还没有到达终点 是的我们离终点海 可能还有十公里 还有四分之一的路程 但是我们还在奔跑 那神会不会就无故放弃我们呢 各位弟兄姐妹 希伯埃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 不会的 神不会忘记我们这个努力的心 我们在教会中 我们努力的向前行 你只要不要去走上一些岔路 不要做出引邪 不要做出这个特别 让神的名蒙羞的事情 那神纪念你是一个 你真的是一个信他 你愿意追随他的人 神会给我们帮助的 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的时候蒙光照 我们一次蒙光照够吗 不够 我们在一生当中 一直不断的蒙光照 我们查考圣经 我们不断的在这个里面 我们有进步 我们尝过天恩 我们又继续得更多的天恩 神的恩典继续的给我们 施育我们 那让我们能够怎样 我们能够更信他 能够更加的这个忍耐 我们就在这个路过 这个过程当中 是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信主是一个过程 谁也没有办法保证 在哪一个阶段 我们就就稳得不得了 我们就这个坚如磐石 这个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主耶稣基督 就是保罗到他最后的时候 他也不敢说 我已经得到了 主所要我得到的 他都没有办法讲 我们又怎么能讲呢 当我们年纪越来越近 接近我们年老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在一生别无所求 我们不会去求奸淫 去为情欲而服务 为求犯罪 为了钱财 为这些事情 我们不再求这些时候 我们只求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可以讲说 哎呀我们快要得到了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唯一所求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我们近乎得救 但是即使如此 我们也不能说 我们就已经得救 我们还在过程当中 但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神有信心 神会帮助我们的 我们已经走了这么长的路程 神不会说 哎呀 谢谢你 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服务 我现在用不着你了 拜拜 救恩跟你没有关系了 不会的 神不会这样子的 我们对神要有信心 我们继续做出这些事情 那么 十一节就讲说 我愿 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阴情 使你们 有满足的指望 一直到底 不要懈怠 总要效法那些 凭信心和忍耐 承受应许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看某些基督徒 特别是已经过去的基督徒 他们在历史上 教会历史上所留下的名 或者说教会历史上 所记载的很些人 基督徒当中 真的很多一身心识 一身忠实到底的人 他们到死没有背叛主 一身忠实到底 而且不是说 做恶的基督徒 他们一生都殷勤的侍奉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能不能看到这样的例子 我可以讲很多很多 我们不要去随便说 基督徒很少得救 也会有得救的 会有很多得救的 我们在教会中 真的是我们看到 现在的 我们看得到的 现在年纪大了 或是已经过去的 你知道吗 我最近参加我甘婆婆的葬礼 就是我妈妈的甘妈 她是一个广东来的女子 年轻的时候就来美国 嫁给一个美国的海军 也是华裔的 结果我的这两夫妇本来是不信主的 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就信了主 信了主以后 我甘婆婆的丈夫 95岁以后 96岁那年去世 我甘婆婆今年去世 101岁 已经超过100岁 满100岁去世 在葬礼当中呢 那个牧师就上来讲几句话 他讲的话我听得非常非常感动 他说 这个名字我不讲了 就他 他自从信主以后 他除了几次生病 还有在疫情那个期间 因为被政府命令 我们在家里不能出来 不能聚会 除了这些时候 他没有缺席的 他总是来教会的 几十年啊 我不知道几岁信主 可能三十几岁信主 中间有70年 他就是忠实的去到教会去 这样的人对不对 你说他活到世上 也不是为了做恶活的 也没有什么坏害人的念头 他对人总是好 而且忠实的信靠主 你说主到最后 会说 对不起你的这个 你的侍奉这么多 谢谢你 然后但是你不能进去吗 各位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 我们对主要有信心 殷勤侍奉呢 又凭信心和忍耐 这些人呢 是承受应许的人 他们一生忠实到底 就可以承受那所应许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也要这样子 我们信了主 我们不要软弱 不要后退 不要就放弃 我们到教会 有的时候说 我们只是参加一个 这个service 对不对 我们不是做什么侍奉 不是的 你有时候在教会中 你帮一些小忙 你能够参加教会 你能够照样 十一奉献给教会 让这个教会 能够有牧师 能够有一些传福音的人 你也是算是做侍奉 虽然不是什么 特别大了不起的侍奉 但是呢 这个应许总是与你有份 我们一生坚守到底 那么我们就是那些承受应许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所信的是真的 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可靠的神 我们愿意悔改我们自己的罪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那神总是愿意帮助我们 我们又是一生忠实在他的道理心 那神就不会放弃我们 这个就是希伯爱书这边所要告诉我们 各位弟兄姐妹 我愿每个人 每位弟兄姐妹 听我道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人 忠心的走在我们的主的道路当中 一生不改变 一生忠实到底 阿们 那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边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感谢主赞美主 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 阿们 阿们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我们下周再见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看看周围的风景 没有办法再上去 因为这个风实在太大了 上次我在用无人机在飞的时候 居然是坠回了 被风吹翻它坠回了 还好早回来 但是今天的风也不小 所以特别是有些怪风 一阵一阵的那种 就无人机很难看懂 所以我们就看看周围的风景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